好咱们先回家上节课讲的那种啊 上节课讲什么的这 先回一下 那么上节课讲的是快速蒙版 什么叫快速蒙版啊 快速蒙版快速的蒙版呗 这块是他对吧 这块按了他之后就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点把这RGB眼睛关了 就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这就是什么快速蒙版对不对 他是不是快速的决定哪蒙哪不蒙的关系啊 对不对 点中眼睛就是可见性 点中眼睛就是可见性 蒙版可见性 原色通道可见性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原色通道 那么点中什么地方呢 是可以对他进行复制粘贴 现在是什么 变蓝了 这是什么 选中RGB通道了 这是什么 选中快速蒙版啊 如果这个时候我在上面图会怎么样 在蒙版上图 如果这个时候我在上面图怎么样 在RGB通道上图 对吧 好 那么眼睛跟选中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次咱们讲 讲什么呢 讲讲这个原色通道 什么叫原色通道 咱们先看这么一个图 这是一个叫通道合并和分离的这么一个PSC文件 在通道条板这块啊 什么叫原色通道 你可以看到 先把它扭一点 旋转 就是路 好 什么叫原色通道 你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由三个通道来组成的 红色通道 绿色通道 和蓝色通道 那么到底什么叫 这个这个原色 原色就是红绿蓝 三原色嘛 光的三原色 它的成员原理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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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式是RGB的模式 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我带个 在这个通道条板上点那个 后边 后边的小小钮 分离通道 这个时候把它分离成什么 分离成三张 第一张叫R 第二张叫G 第三张叫B 那么这三张怎么样 实际是不是就是RGB的状态 它是R 它是G 它是B 那我能不能把它们三张合起来 合成LV的方式 三个通道 RGB 对吧 确定 是不是合起来了 那么这个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为什么是红绿 刚才是黑白灰 实际上本质上就是黑白灰 只不过我在这块 收件箱里面有一个显示 显示 它这块有一个 这个使用原色显示通道 我把这个勾去了 所以怎么样 它就变成这种黑白灰的状态 黑白灰是本质 黑白灰是本质 那么咱们看看一个普通一点的 比如这个图 绿颜色的 绿颜色的 你看它是不是也是黑白灰 组成的 我能不能把它分离通道 可以啊 分离通道 每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原色通道 原来的颜色 红颜色 绿颜色 和蓝颜色 那么当然我还可以怎么样 再合回来 对不对 合回来 把它合成RGB 那么这RGB 实际上你会观察到什么呀 这张图怎么样 主要偏绿 为什么呀 因为绿光打的会多一些 而蓝光怎么样 蓝光这张是暗一些 如果说我在这块 在绿光上面 用黑颜色图 你觉得会怎么样 这块怎么样 是不是就绿光没有了 它就变成绿颜色的补色 品红色了 如果我用蓝颜色 在这图会怎么样 黑颜色 黄颜色 红颜色在这图呢 中间 中间 是不是这种黑颜色图的 三种效果呀 反过来 我用白颜色图会怎么样 红颜色 打一个红光打满了 对不对 绿颜色 我选中这个 但是这是可见 对吧 绿颜色 是不是绿光打满了 蓝颜色 中间怎么样 这是不是很像三颜色 这种感觉的东西 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通道啊 就是也有可能飘移 比如说这块 有这样这样的图 你可以看到 这样图它怎样 红颜色通道 我把RGB眼睛开开 但我选中红颜色通道 我把它往这边移 它怎样的 把绿颜色通道移 是不是有点像 报纸印歪了 这种感觉 我单独看红颜色的时候 我先车销回来 每个红颜色通道 你看 我把它就看红颜色 这块发白 为什么呀 说明红光打的足 对不对 而绿颜色通道呢 这块发黑 说明什么 绿光打的不足 蓝色通道呢 蓝光打的不足 所以它是什么 所以它是红光打对足 所以偏红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 那么再观察观察 红绿灯 你说它通道应该什么样了 看看它通道什么样了 红颜色 和绿颜色 第一个灯是红灯 所以是什么 红光打足了 对不对 红光打足了 第二个灯光呢 是绿光 所以它怎么样 绿光打足了 不是 最底下 这是绿光 中间的呢 黄光打足 蓝光怎么样 蓝光三个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颜色 那么再看看这个 这个好不好理解 这块为什么这么红啊 如果说这块 我把我用黑颜色 在这个红颜色通道上 涂的话会怎么样 黑颜色涂 它是不是就涂黑了 如果我用绿颜色 在这个 用白颜色在这涂会怎么样 它是不是发黄啊 我的红颜色再涂白 是不是纯黄啊 蓝颜色呢 是不是就品红了 红加蓝是不是品红了 对不对 再看蓝颜色 蓝颜色通道 红光没有 绿光有一点 蓝颜色 有 所以是什么 蓝颜色 而且是偏绿的蓝颜色 如果我让它是更纯的蓝颜色 怎么办 绿颜色通道 给它涂黑 是不是 是不是就更蓝一些了 蓝颜色通道 那么红颜色通道 给它涂点白 也就是说 加点红光进去 不是就偏品红那种颜色 好 那么 再看看这个紫颜色 是怎么形成的 紫颜色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品红颜色 对吧 品红是什么 红加蓝吧 红 加蓝 绿怎么样 绿没什么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是这种颜色 这挺有意思啊 那么 观察完了之后呢 咱们可以做一些 好玩的东西了 比如说这个花 你看这花什么颜色的 这花什么颜色 这边这花什么颜色 这是黄颜色 黄颜色 为什么黄呢 红加绿呗 红光加绿光是蓝光 不是 加绿光是黄色 那么蓝光 如果说我把蓝光也打上 怎么办 花变成什么颜色了 变成白颜色了吧 哎 红光 如果说红光变成黑的 红光去掉了 这朵花 有红 没有红 有绿 有 没有蓝 什么颜色 就只有绿光 只有绿光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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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绿光给去了 不好意思 那么底下这个来吧 我把红光给去了 会什么 是不是绿啊 黄颜色就是红加绿 对不对 对啊 那么咱们好看 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把它变成蓝光的 蓝颜色的 蓝颜色怎么变 蓝颜色 那就是红颜色涂黑呗 变绿了 绿颜色在涂黑 它没有蓝 为什么没有蓝 因为因为它 你看把这眼睛都去了 蓝颜色里面 它里面没有亮度信息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那么我可以观察到 红光是什么样子 对吧 绿光是什么样子 绿光 我可以把它绿色通道怎么样 绿色通道的亮度信息最足 对不对 那么 那么我用方形的 举行选区 把它选中了 我把绿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通道的信息 黑白灰的状态 打光的程度 复制出来 放到蓝光里面去 你看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就变成白颜色了 为什么白颜色 因为 因为 因为它这个 这个蓝光也打上了 对不对 红光绿光蓝光都打上了 而且比这个还还好看 对吧 那么 这个时候我 我再用这个 这个红光去涂 涂涂涂涂涂涂光 变成什么 青色 绿光涂涂涂涂光 这是不是出现蓝光了 对不对 蓝不是很明显 怎么 哎 哎 Ctrl M 成不成啊 Ctrl M 这个时候把他怎么样 黑的更黑 白的更白 或者把它提亮一些 或者把它对比度加强一下 是不是 是 是不是能够干 因为蓝色 它整个就偏黑的 所以 所以最亮的地方 它也没多亮 是吧 大概的方法呢 就是这方法 哎 你可以看到 这样它是不是加强了 它对比度了 啊 黑的更黑了 黑的有点太黑了吧 哎 把它往回拉 能不能感觉到 它这个蓝颜色的 这个出来了 那么刚才 这个怎么弄的呀 那么我这个时候又又想了 我想把 加一个什么色 加一个品红色 品红色 行不行 品红色怎么出来的 品红色是 红加蓝 红加蓝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我把绿光怎么样 绿光的通道 把它摘出来 Ctrl C 到蓝光通道里 Ctrl V 然后怎么办 再把绿色怎么样 涂黑是不是就成了 品红色是不是出来了 色彩信息又不明显 到到到红光里去加吧 到红光里去加强 它的对比度 可不可以啊 Ctrl M 我们能感觉到 我们能感觉到 它这个 花的信息 增加了一些 这块 这上面这个 好像不太能动 如果 因为它主要都是 你看它直方图 它主要都是集中在 亮部的是吧 这样会加 加了一点点 加了一点点 那么这 这就品红色的花了 那么 我说淡粉色的花怎么做 淡粉色的花怎么做 那还是这样啊 绿色通道怎么样 绿色通道 把它Ctrl C 到蓝色通道里 Ctrl V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绿色通道 涂黑 涂黑 淡粉色 实际不能涂成纯黑吧 涂成灰 涂成灰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淡粉色啊 这还不是什么淡粉色吧 这个还不是很淡 那么怎么办 那么 那么 它的信息没有了 它的信息没有了 咱们不 不不 不把这绿的涂黑了 不把绿涂黑 这咱们把绿的怎么样 绿的往下拉 是不是就成了 它这样是不是就 往淡粉色偏了 是不是淡粉色了 是不是淡粉色了 绿颜色的通道 往下拉 是不是就成了 对不对 把这个 控一下 这是不是淡粉色出来了 现在 现在绿颜色通道 对吧 那么红颜色怎么样 也稍微往下拉一点 让它更淡一些 可我可以吗 哎 不对不对 如果往下拉的话 是减光 对吧 往上拉是加光 对不对 往上拉是加光 这个信息保留着 这个信息保留着 这块 让它更淡雅一些 这块 让它里边 那个更深一些 是不是都可以灵活控制 啊 蓝色怎么办 还是Ctrl M 呗 那大体方向肯定是 多打一些蓝光 让它更淡一些 对吧 哎 以前的人 在这个 所谓的 所谓的分离通道 也是从这个数码 这个这个 这个照片里面 哎 他这个用飞灵 飞灵啊 那么他这里面 要要处理一些新新鲜好玩的效果 那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绿的搞到红那里 红的搞到蓝那里 蓝 哎 就出现这种好玩的效果了 很怪异的效果 那么那么那么继续啊 如果现在啊 RGBC M啊 这有有这个Yellow了 M C 青色怎么做 青色 青色怎么出来呀 青色 青色是 蓝光有 对吧 绿光有 那么怎么办 把绿光Ctrl 把绿光这个范围做出来 Ctrl C 蓝光Ctrl V 然后怎么办 红光图成 这样是不是青色了 青色不彻底怎么办 那么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法 对吧 用Ctrl M 把红色拉下来 是不是也成啊 红色 红色现在拉一来了 红色拉一来了 没反应 为什么呀 再往下拉 红光太猛了 这是不是就发青色了 青色了 这个时候我再想 再想换一朵花 怎么办呢 换一朵什么花呢 换一朵黑花 黑花 黑花怎么办 实际世界上没有黑花 只有灰花 对不对 灰花怎么办 RGB都是绿色通道 什么成啊 我把这个选区选好 RGB都是Ctrl C 到红色通道里 你看 选中了通道 Ctrl C 就像选中图桑一样 到这个图桑里面 Ctrl V 对吧 到这个里面 Ctrl V 这是不是黑白了 那么当然我可以 统一了 用RGB全选中的方式 来调它 对不对 让它怎么样 加强一下对比度 黑白花 更亮一些 更亮一些 或者更暗一些 对比度更强一些 它这个纹 你可以看到它在哪呢 这个纹 我让这个纹 更清楚一些 会怎么样 可以吧 我是不是加点了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让它这个纹 更更清楚一些 要让它更陡一些 对吧 找这个点 回忆回忆 回忆回忆 把这两个空的去掉 哦 这这就是黑场是吧 这是黑场 把这两个空的去掉 它这样纹 是不是就更陡一些了 观察 之前只好 之前只好 是不是这个纹 就更深一些了 好 那么咱们再 再做一个什么呢 再做一个橙色的吧 橙色是什么颜色 配出来的呢 橙色应该是说是 红和黄 那么黄是所谓的 红和绿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蓝颜色基本还是没有 然后怎么样 然后把绿颜色通道 往下拉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 扛出M一下 调出它 绿颜色 往下拉 没反应 为什么呀 选中了 往这种轴 往下拉 往下拉 预览 能不能感觉到 它偏 偏 偏橙色了 对不对 偏橙色了 那我让这花再亮点 亮点就不能减光了 就是红颜色通道里 往上拉了 对不对 往上拉 曲线 回忆 曲线 那么中心呢 又让它最黑的地方 黑一些 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变化呀 每个 每个东西都是 有张可循的 有张可循的 在通道里面都是有张可循的 那么这样呢 我认为就把这个通道啊 就就讲 讲了一些 讲了一些啊 七色花 任何颜色都是怎么样 都是通过三个通道 不同程度的光来显示的 一朵花呢 可以变成七色 七色花 七色花 太阳低光彩 那么这些呢 就更简单一些了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红色通道 我给它怎么样 打成灰的 打成白的 它会怎么样 你看它的状态 如果把它打成灰的 打成黑的 会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理解呀 为什么可以理解呢 首先最黑的地方 是一点光都没有 RGB都是一点光都没有 对不对 你说你这通道 怎么这么大呀 我那那么小啊 通道调版啊 面板选项 是不是可以调大了 这样你看得清楚 对吧 包括怎么调成黑白的 黑白的好看 还是那个原色的好看 都都都可以 对不对 这是不是更说明本质啊 白颜色是什么 打光打到255 对不对 黑色是什么 打光打到0 中间是什么 过度渐变 斗争的结果 妥协的产物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这个 这个换一个 我换绿颜色 绿颜色怎么样 绿颜色把它打成纯黑 你看它怎么样了 就是品红 品红了 这边就是红和蓝的极端 什么叫红和蓝的极端 就是红 红色加蓝色加 就生成品红色的极端 纯的品红色 这边一点光都没有 如果蓝色我也打 打没呢 什么 红黑的 对吧 只剩一个通道玩了 这个上来就是 这种状态的 然后绿颜色 我给它打上 打上 光 那是什么 这边绿色 为什么绿色啊 因为绿光这边都有 对吧 这边有黄色 为什么黄色呀 为什么黄色 因为红光也有 绿光也有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我的蓝色里面 拉一个渐变会怎么样 哎 它怎么样 中金是怎么样 偏青色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渐变太小了 我让它大一点 这个渐变 怎么样 蓝光是不是全都附上了 附上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就有点偏白 这个这个 哎 你可以看到任何颜色 通道这个通道 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红色通道 给它 打满光 会怎么样 打满光 这边是不是纯白了 这边什么 所有地方都打光 都打到满光 25的满光 所以它什么 白颜色 对不对 那么如果打 打成纯黑呢 这块 哎 任何地方都没有红光 都是黑的 这是黑的 如果说白的话呢 你看这块 这块是什么 红的 对不对 哎 这挺有意思啊 实际上咱们看到的 一切的图都是怎样的 都是 RGB的图都是由这种 三色光 原色通道来控制 来产生的 哎 最后呢 咱们再画一个什么呀 画一个三色图 三色图 以前是用 用一些模式来来画 对吧 那么比如说色彩模式 什么色彩模式 是光的成像原理啊 灰颜色 不不不 这个这个色彩模式不对 那么怎么办 调整一下呗 RGB 好RGB 这个红 红光是什么 红光是这样的 那么我在红光 怎么样 红光是 先画一个什么 先画CMYK吧 为什么呀 因为CMYK是在白纸上 画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看啊 在这红 红颜色上 把红光去了 是什么 红颜色的补色 青色 绿颜色 把绿光去了 是绿颜色补色 品红色 和青色一混 生成蓝色 蓝颜色 去掉蓝颜色 生成蓝颜色 补色 黄色 往这边 绒是红色 往这边 绒是绿色 中间是黑色 中间这个区域是怎样的 是红光也没有 绿光也没有 蓝光也没有 对不对 那么 这个绿红绿蓝 那么如果我要 要这个光成像原理 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印刷成像原理 光的是怎么办 往黑 往黑的地方写吧 相当于 首先是不是得先 先弄张纸 就这张纸 其实就成 对吧 给它整 整个怎么样 打成黑的 打成 打成 你看 你看 它每回都 怎么办 它打到蓝色通道 整个RGB通道 全选中 打成黑的 打成黑的之后 怎么办 在这上面 做了一个 举行选区 图 是不是白了吗 整个都白了 对吧 那么 红颜色通道 全中 打上了红光 对不对 举行选区 再挪到这来 举行选区 这么别扭 那么 那么红颜色 再多打一些 红颜色 对吧 然后怎么办 绿颜色 全中绿颜色通道 打一些绿光上来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这边 就不是绿的了 蓝的了 对吧 这什么 青色 品红 白色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那么一开始 如果我建文件的时候 建成透明了 会怎么样 透明的 建成 还是照片了 这个时候 我在通道里面 怎么样 它是灰色 灰色不对 RGB模式 RGB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 我在上面打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这个就直接打了 对吧 这就是直接打的模式 你看直接图图不上 在透明的地方 图这个东西图不上 所以它必须好 似乎啊 我观察还是 包括西色花也是 它必须在这个 一个有像素的地方图 比如说 我直接图RGB 成不成 图RGB 成 在图RGB的基础上 然后再 再图它 成不成 这样是不是就成了 对吧 好 这次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次主要讲的就是 原色通道 原色通道也是怎样的 也是通过 黑白灰的方式 来控制它的 打光与不打光 那么它打的最猛的是什么光啊 比如说这个 打最猛的光 是255的光 打最弱的光是什么 0的光 打25的光相当于打满了 打0的光呢 相当于一点光都没有 红光嘛 比如说红光打满了 红光一点都没有 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半打不打 过渡状态 对不对 哎 弓箭是渐变 是柔和 是妥协 好 是成熟 那么这次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再见